秋冬的手指甲除了可以塗深紅色之外 還可以試試南瓜系色 這種顏色就是介乎在啡和橙紅之間 今次就為大家帶來四款不同深淺度的南瓜系色 測試哪一個品牌最發光最易射 最易塗的就是Moyu 它的刷頭比較短容易控制 輕輕一掃已經很上色 一分鐘之後用手指摸一下夾面 發現Docato和Ravalon都未乾 而Kiko和Moyu已經乾了 射得最乾淨的就是Kiko 輕輕用洗甲水打圈三次 就可以把九成的指甲油擦掉了 Docato這支上手的顏色會比較自然透薄一點 適合一些不想誇張的朋友 但就要留意 在塗上去還只是薄薄一陣 但射的情況亦是比較難射到 而且它也是比較難乾 這方面就比較注意 Moyu這支上手顏色非常鮮艷和實色 而且它的掃頭很短 縱使新手來講用它來塗紙甲油 都可以十分順利完成 而且它快光的程度 是少於一分鐘已經可以乾透了 但要留意在射它的時候 就真的比較難射到 而且用了幾次射甲水才可以完全射 所以實色得來 其實都有這個缺點 Revelon這支 它的掃頭是最長的一款 而且它上色方面 需要上多幾層才可以出色 但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裡面有一顆小鋼珠 如果你擺得太久 你可以搖一下它 就不擔心擺得太久 而變得更新 KIKO這支 都是屬於掃頭比較短的一支 而且它所有方面都表現得很平均 而且它在色差方面 都是跟就這樣看的一樣 而且它價錢相宜 絕對值得入手 The way to get started is to quit talking and begin doing 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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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